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oros 上一次在A70的CPU燒機直接溫度破百 那我這次找來了不同的散熱器再來測一次 那會再加上我把側板拆除與完全的裸機兩組的測試 那當然大家的機殼都不一樣啦 當然可能是跟A70一樣的A4架構 這個影片可能才比較有價值來參考 那這三款都是在66mm到70mm之間 那如果你是偏好器能的ITX玩家的話 那我這個腳本就是為你而寫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次的平台是10700KF跟Z490i 那這張主機板的供電規格可以讓這顆CPU在全核4.7G下運行 單燒的時候就將近170W 那在器能ITX系統來說這個已經相當的緊繃了 三款是大手三貓頭鷹L12 跟我找來的一個全銅2U散熱器 大手三與貓頭鷹L12都是7公分線高 並且搭配12公分風扇的下吹式散熱 這可以勉強給8核心的CPU使用 畢竟風扇大的自然 它的風就大 那沒有風的散熱器再好也沒用 所以大概可以到8核左右 那兩者主要的差別是它的風扇的位置相反 一個向上吹一個向下吹 那這樣子的設計會在ITX機殼 尤其是A4架構會有一些不同 畢竟直接側板對在那 我在拆除側板的時候 它的聲音也會產生變化 你可以來聽一下 相反的L12它在蓋上側板的時候 它的聲音就沒有像大手三這樣子變化 那接下來我把兩款裝在A70上來看一下側板對於溫度的影響 那為了驗證側板對於風流的影響 我之前買的全銅2U散熱器我也給它裝上去 上一次用貓投影風扇轉速太低壓不住 這一次我乖乖的使用原廠炒得要死的高轉速風扇你可以來聽一下 這種形態的散熱器本來就是為了狹窄的伺服器來使用 但這麼高的轉速畢竟不符合實際的使用 我這邊就做一個對照組 結果裸機這麼高的轉速也是100度降頻 那官方只說這顆散熱器支援到135W 拿來壓4.7G的10700K想必也是太折騰人家了 所以就當當笑話看看就好 那回到兩款散熱器部分 在反覆的裝機與燒機之後 那我的測試數據如下 兩款在側板蓋上去之後全部都撞到了100度的溫度牆 那拆下側板之後一個是94度一個是89度 L12大概低了5度左右 接下來是裸機測試 用真正的開放式架構去看 它的溫度也是差了6度在誤差範圍內 從這次的結果來看開測蓋與裸機的結果幾乎相同 那兩款的散熱器我都會留著 如果以後其他的ITES機殼我會再拿來一起測試 那這次的CPU篇就先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